聽說客戶主要在黨慶的時候 把你送給他的小折拍賣出去 會不會很傷心 他們民眾黨有這麼缺錢嗎 我想不懂 這個叫五個字 真心患絕情 他選舉到了是需要花費沒錯 但是有窮到 需要把我在議會送的 那麼精緻有意義的禮物 那就把它變賣掉嗎 如果真的是要拍賣的話 這個所得一定是要捐給慈善團體的 不會是留為我們自己所用 我記得他當時禮貌上 他也都多數的禮物是隔一天就送回來了 除了龍袍以外 龍袍他穿了十天才送回來 但是我記得他留下來的禮物 不算太多 那現在是怎樣 那他送回來他要賣的話 是不是說他送回來的 現在我還要再補送回去 那他賣個夠 他要講清楚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禮物很有意義 那多數都是我在市政質詢前 那麼拿這樣子的禮物代表的是 就是我要針對他質詢的 用禮物的方式呈現是 嚴簡易改 一針見血 那可以立刻讓他明瞭 就是我質詢的主軸 以及他現在施政上的錯誤 那麼這些禮物 他當時我想應該有得到一些啟示才對 那留下來的話 對他未來也未嘗不是好事嘛 比方說他有留下那個本機跟湯匙 那個很有意義嘛 那就是告誡柯文哲說 為政不再多言 要多做少說 甚至只做不說 不要像他過去這樣子 就是做不到一頓事 說到整本機 如果他把湯匙跟本機 放在他的辦公室上 那麼每天都可以時時刻刻提醒他這一點 柯文哲是要凸顯說 他現在這個總統的選舉 他很缺盤纏 那他已經缺錢缺到說 需要把過去這麼精緻 這麼有意義的禮物拿去點當 所以當然這個東西送給他柯文哲 就是他柯文哲的 柯文哲他愛怎麼處理 當然全力在他手上 議員這樣聽起來 你好像變相成為柯文哲的金主 你會接受嗎 不會啦 那麼一點錢 只要我的黨不誤會我就好 因為這個選辦法這個有禁止 我不能支柱 不同政黨 尤其是敵對政黨的候選人 是不行 但是我的黨應該會了解我當初 這個我那時候是為了執行我議員的職責 那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提出來來送的禮物 那麼當然這個所託非人 那交到柯文哲的手上 但是這個民法也有規定 本來就是這樣 你送人家東西那就是人家的啦 人家愛怎麼處理 那就他的權利 我看他最愛的禮物不是小哲 應該是也不是魔戒 應該是龍袍 因為我有算過當時他要退還禮物 隔一天就退了 真的這一套龍袍是十天以後才退 我在想可能他當時就是 留在他的小辦公室內 那大家沒看到的時候 他可能就穿著做心理治療 那所以而且我明明送的時候新興的嘛 那這個十天以後送來是有一點 欸 汗的味道 有使用過啦 小哲他如果在拍賣會上面拍賣的話 你覺得這可以買到多少錢 你那個時候花了八九千 我現在就是把底價告訴他的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低過這個價格你千萬不要賣啊 那車是蠻值錢的 市長看到這個腳踏車有什麼特別感覺 那這台最實用 誰送的 王思健啊 這台寫的 有辦法 既然這個腳踏車 我目前柯P沒有辦法用到的話 把它不管是捐出來 因為目前還沒有定案 不管是捐出來或者是拍賣的話 都希望呢這個好的東西還有善款 可以給更多人分享 政治這十幾年來 很多人叫我說福龍王 因為過去被我罵的 那就越罵越紅 結果我是細想真的啦 以前馬英九 他就從市長我當議員 他就一路被我罵到當總統 後來我罵不到他 他就一直退步 同樣 韓國瑜也是被我一路從北農 罵罵罵罵到當上高雄市長 當上高雄市長我罵不到他了以後 他也是就一直退步 退步到後來選總統落選 然後高雄市長被罷免 所以我就發現還多少還真有點這個 滿靈的 所以我就很謹慎發言 我現在不敢輕易的對柯文哲罵出口 一方面是他已經卸下市長的職責 我也管不到他了 二方面就是說我怕他被越罵越紅 請詹議員就是關於許小青早上有辦那個記者會 他有找一個狗屆的章魚哥 來預測您跟書會議員的選情 然後說是有時候會當選民 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事情很可笑啦 就是說選舉是選民選的 人選的不是狗選的啦 所以當然啦他們要自函那個是他們的權利啦 但是我們選舉是人民來選的 我們尊重人民 選民來決定 人選的立法委員 不是狗選的立法委員 那怎麼看就是現在董事長開獎 高雄廠因為人數不足所以取消了 然後吳子嘉這邊其實也有抱怨說 就是柯文哲都不讀不回了大頭正 那現在他也說 柯文哲根本過不了濁水吸引 那你怎麼看 我評論我一向只評論有格調的人 沒格的人我不想評論 所以這個吳子嘉先生他的一些看法 我不做評論 我只評論有格調的人 那你休息一下 那…